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2号星期三 美军泄密的文件是越来越多 层俗不穷 现在说已经几百份了 也不递几波了 然后里边 由于美军泄密文件 我都说得赶快抓着叛徒 再不抓的话 美国人脸都丢光了 把所有美军当年吹的牛逼撒着谎 是一一的揭穿 当年牛逼吹的可辣了 就觉得简直乌克兰马上就要达到莫斯科 活捉普京了 结果秘密文件发现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咱一份一份的说 咱也说这份 美国外道的文件 由于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正在耗尽 俄罗斯在5月 也就是在下个月月底的时候 可能就要实现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的目标 乌克兰空军的发言人上校UryInternet 他说他不能对这些泄露文件所含信息的真实性 发表评论 他说因为这些数据在乌克兰都是属于机密信息 不过他倒可以证实 他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面临严重挑战 并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西方伙伴的加快援助速度 在泄露的密文件当中 一项是2月23号的报道 说经过一年多的战争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有90% 仍然在使用都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S300导弹 和这个上宝举飞弹 按用量估算乌克兰在3月31日将会用进所有的上宝举飞弹 在5月2日将会用进S300导弹 乌克兰前线空防将会在5月23日完全耗尽 虽然欧美一直有向乌克兰提供各式的防空系统 但是这份美军秘密情报显示 这些系统都集不上俄罗斯攻击的数量 他说如果照这样下去 如果乌克兰未能填补这个空缺的话 俄罗斯将会取得空中优势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陆军上将米利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虽然俄罗斯陆军已受重创 但俄罗斯空军却几乎完好无损 不少军事攻击家都对俄罗斯 以空军发动大型攻击表示忧虑 近一年来 俄罗斯的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都没有突破乌克兰前线的附近区域 因此俄罗斯只能用昂贵的巡航导弹 和伊朗的远程无人机来打击乌克兰 而不是用那些数量更多 威力更大的非制导的大弹 但是如果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崩溃了的话 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么而且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也使得俄罗斯的飞机 无法打击移动中的乌克兰的车队 部队集结地和后方的其他军事目标 令俄罗斯在战斗机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大优势 都发挥不出来 但是这一切前提都是说乌克兰要有防空力量 看来到5月就没有了 美国和北约能不能顶上 这就有问题了 就不好说 还有就是说 因为现在美国国会游戏众议院换了共和党 那么有一些拨款需要共和党去批 那共和党如果不批的话 有些东西就到不了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说美国现在有一些东西 不愿意给乌克兰 那为什么 一会我们会再录一期视频 就讲讲美国实际上一直在监听监视 泽连斯基 美国的泽连斯基一直都是不放心和不信任的 但是咱们一会再说 那么这些外泽文件显示了乌克兰在强力游说美国及其他的北约盟友 乌克兰敦促要加快交付西方制造的防空系统 并且向乌克兰提供的F-16等西方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 从而能够阻止俄罗斯轰炸机入侵 那根据其中一份文件 防空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 乌克兰将失去在前线附近集结地面部队和进行反击的能力 那乌克兰本来想要在最近这段时间搞一次大反攻的 那为什么呢 也是希望在防空力量完全耗尽之前 想要打一波反攻出来 打一波漂亮反攻出来 但是一会我们再录一视频就告诉你 美军的线别文件可以告诉你 美军也不认为反击能成功 所以就是说 你这些泄密文件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 就是说美军内部实际上对战争都不看好 只不过之前的都是兵不厌诈 帮助他在吹牛逼各种的谎言 只不过 但是反正因为西方媒体 他现在掌握话语权 他们一起来说的话 你最后你就不得不相信 但是现实看起来恐怕要够呛 如果美国国防部 不能够继续支撑 如果美国的国会不再给他批这些武器的话 那么到下个月月底的时候 乌克兰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那么据我所知 就是说在去年 美国 去年的时候 民主党还掌控了众议院 当时就尽量的多批了一些武器 那这些武器和这些支援的物资 差不多到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最后就都会耗尽了 那么后果如果共和党不再批的话 不再批武器 不再批资金的话 那乌克兰就要靠自己了 那后来 那到今天年纪是怎么打 这就是一个严峻的一个问题和考验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